我也是嫌犯了 我第一个受到信了 我也是受害者 这档客要我们解开谜题 其实是讲拖延战术 让我们浪费时间在解谜题 好让他顺利的去进行他讲做的坏事 所以我们要尽快把这个载档客做出来 以免可怕的事发生 载档客会用菜谜来拖延时间 可见他不是很痛恨菜谜 就是热爱菜谜 校长喜欢办菜谜活动 这可苦了校长秘书 他肯定是最讨厌这个活动的人 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仇恨 一定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跟秘书比起来 校长当然是最喜欢菜谜的人 甚至都亲自下场比赛 可是连续十年都是主任拿冠军 这让校长感觉要没面子 我不知道 估计会不会让人失去理智 怎么会是我呢 校长你放心 事情还没有确定 那我呢 我有什么方案东西 像你那么聪明的人 每次参加都只能要押军 无论你有多么的努力 还是应不了主任 这让你很痛恨 所以 真可笑 好吧 就算我有方案东西 那主任呢 他每次拿冠军 不会想把这件事叫 炸掉 主任年纪一大把 还是单身 寂寞悠悠伤 所以有犯罪的可能 这也算得了方案东西 让我告诉你们 怎么分析 方案东西 我实在不想说 Auntie Wang有嫌疑 因为 她是个好人 但是 经历上市的事 让我不能不怀疑 休息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午餐时间就要到了 七年工作还没有做 我现在马上就清醒 饮食卫生直接影响了儿童的健康 绝对不容使任何的差错 因为被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有报酬的动机 Auntie Wang是个又可爱又和善的人 我喜欢听他讲 三国演义的故事 看不出 他还蛮有学问的 此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在 要打此路过 留下满路财 以他的华文程度来看 写诗是很容易的事 什么是因为不甘心 只当学校的校工 觉得被埋没 所以想毁掉这间学校 怎么样 大家还满意我的分析吗 不好了不好了 Uncle成绑架了主任 他说想跟他同归于尽 什么事啊 Uncle成绑架了主任 他说想跟他同归于尽 王主任 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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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还是赶快帮你去找他 恢复他们超能力 可能定前用得着 好 到时候找不到 这个是他主任 我们也找不到 喂 你没有声音 好 去看 喂 你们在里面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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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里面 大家安静一下 老听听 你们的确认 可能是被人家打坐 或者是被塞住 不可以说话 主任 如果是你的话 请敲两下 安静晨 如果是你 请敲三下 两下 是主任 还有还有 三下 三个门 怎么会这样 难道 两个都在里面 如果有超能力就好了 可以烘掉门 对不起大家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消除你们超能力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一定会成功 嗯 不要 再开开 不可以 可以 何秘书呢 奇怪 一转眼就不见了 现在事情很清楚了 一定是何秘书在搞鬼 不可能 我对他那么好 没关系 有个人 费门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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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